來囉 同學來了 各房各亂搞 藝人房東不好當 在沙發的角角這個地方 前面 馬桶上面那片 全部泛黃到很誇張 在裡面夜夜升歌 開喝酒 我就第一姿態 我說那這樣子 六個月的房租給你 你給他六個月的房租 請神龍送神男 二房客破壞裝潢 跟男友拿刀護砍 進去全部亂七八糟就算了 牆壁上面有一點一點 他們抽一 他們就是直接 直接有牆壁 在一起 我上到了樓上 我的牆壁 全部都是刀痕 好 好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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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Yeah 同學 珠客的條件就是要高富帥 這是算選珠客嗎 你這是選男友嘛 選我… 選我啦 同學來囉 珠客正選好重要 嗨 好 今天要聊珠客 房東之間的關係對不對 那你來幹嘛呢 我來 就往畫面一見到你 大家有一點嚇一跳 不是這樣子 我知道了 怎麼了 不要小看他 他開28間店 他房地產很多 我只有新房跟乳房 那你還需要來嗎 要啊… 租房子這個也是未來可能 他就是要我們幫他宣傳 說他房地產很多 好厲害 怎麼突然聊到這個話題 對啊 租房子也滿好 聊到錢 你包租房跟包租婆 當然就是希望說 我買個房子 然後我租給別人 這樣我每個月都有收益 對 而且租房子 還可以除傷害你們知道嗎 因為周儲也除傷害 周儲啊 除傷害 挑選 聽懂 周儲啊 有點厲害 這段不能剪掉 你為了這一句 我今天用唯一的笑話 很棒 這一定有用 大家可以背下來 就氣氛很熱絡的時候 你就講這個 大家會讓氣氛冷靜一下 其實是好 也不錯 有時候太鬧了就讓他靜一下 就是你一個人在那邊鬧 對 他現在講正經的了 我告訴你 根據好房網 全台包租公新生的調查 有高達72%的房東 曾經遇到房屋糾紛過 其中有56%的房東 為了處理租屋的糾紛 都寧願違約 也不願意再讓二房客繼續租下去 肯定的啊 所以現在的房東要租房子 都還要先面試 要面試 對 你要知道租客的職業 對 收入 還有他的生活習慣 個性吧 所以今天就要來聊聊的 自己有沒有曾經遇過 奇怪的房東或是奇葩的租客 好 OK 先問一下房東 什麼樣的房客 是你不想要租給他們的 最怕租給有小孩的 為什麼 這樣不行吧 為什麼 這個小孩的定義是那種 小小孩 因為他會 他不受控 尤其是男孩子 到處跑 到處抓 到處亂有沒有 父母也掌控不了 是小鬼還是小孩 小鬼 小孩 小孩太強 不放會被撞到地上 所以就會跑來跑去很危險 因為小鬼這就好像 以前人家說 只要小鬼這些小孩子 放暑假就是鬼門開乾淨 沒錯 放暑假就是鬼門開 對 我以前就是因為曾經租給 有小孩的人 當然還要再加一個 有寵物也是一樣 租給這樣子的人呢 是他們就曾經有一次 他們就這樣蹦蹦跳… 也不會只有一天你知道 每天 然後後來樓下的那個鄰居 他就會跟物業一樓在反映這個事 好啦 後來這件事情就沒有再發生了 但是 租約到了以後 我進去把房子檢查一遍 小孩子亂抓的啦 牆壁有橫的啦 壁子有破的啦 壁子破了 對之類的 地板 木地板 有的那坑坑洞洞 玩具啊 玩具 瘋瘋 怎麼辦 怎麼辦 蟲弄啊 怎麼辦 你叫他們說 你們那個把我弄成這樣 要恢復原狀 當然可以 但是 我們又好像有點 因為真的 好多種小細節都亂七八糟 也是我自己套藥包 把它全部稍微整理一下 才能再租啊 今天我們又請簡律師來 簡律師 這個像那種一點點損傷 一點點損傷 這個 應該不會通常房東不會去討吧 應該說通常會不會討 可是我們也看過真的會討 我們之前看過最誇張是怎樣 你知道嗎 那個洗手台不是會有水渍嗎 那個水渍不是生鏽 只是白白那種 是由礦物質成績 他直接說 我找了那個豪華的那個 豪宅的清潔公司來錢 一早就兩萬塊 所以要給房客求償 對 就法律上來說 確實是要回復原狀 但是他回復原狀又不是回到 全新狀態 是回到使用兩年 使用一年的狀態 所以那時候我們是 真的進法院了 就為那兩塊 兩方都是花了十幾萬元請律師 就為了那兩萬就再花了十幾萬 聽起來好像是我的錯一樣 沒有 還花了大概五 六萬元 去請鑑定來鑑定那個水痕到底 是 天啊 自然產生 還是人為產生 所以這鑑定就是自然的嘛 就自然 那最後全部都是房東自己吸收 所以我覺得雖然法律上 是規律說藥可不遠狀 可是一定要適可而止 不是 那你這樣子 我去找律師的費用 我就換一組新的就好了 對啊 有時候找律師 真的是一個正義你知道嗎 真的喔 他為了要得到那個正義 佛正祝鄉人真一口氣 對 但問題是錢到誰的口袋 到律師的口袋 對 就是變相行銷嘛 不然你以為請律師今天來幹嘛 就是來吸取我們四個客戶 你與其請律師 你不如把風水看好就好對不對 風水師 今天看好也好 風水師 對 最好是跟律師風水一起去好不好 我們先來 我們一起好多 藝業結盟… 是藝業高潔 對啊 怎麼搞的 但是詹老師也是一樣 他因為看了這麼多年風水 對 準不準 那我們先不說 怎麼辦 錢是賺了不少 自己想要一些不吉利的嗎 我說不說啦 不談嘛 不討喜的 沒有說不好 對… 好 詹老師呢 最怕租給 房子很多 原來是包租公 有辦人 有辦人 什麼意思 因為他是自卑 忌妒 自卑跟忌妒 他自己沒辦 找不到人 他看到人有辦 就是由愛生恨的 還是你想對單身女子做什麼 你不要這樣想 我還真的不會 我很害怕那種 尤其是男生有辦的 女生也是一樣 重點是 他把我的房間有沒有 我的房間有兩房一廳 有一個房間是禪房 河式的 另外一間是陽式的 既然在我的禪房裡面 有留一些髒東西在上面你知道 在榻榻米上面有 榻榻米上面有些污漬 類似靜翼的東西 你怎麼知道那是靜翼 靜翼就算了 我重新換他 它也沒關係 你確定是嗎 你確定是嗎 還是是你自己的小鼻子 我專業 我以前第一過在床上 床上上面以前我替房子游過 那個我很專業沒有關係 重點在於 妳的專業就在這裡 你專業可不可以把他移轉到風水上 有靜翼的部分 算命的部分 重點是他走了衣櫃留了對不對 衣櫃是抽屜一打開來 知道吧 底層有沒有 全部都是假洋具跟皮鞭 還有人來賞戀之類的 你把我當成紅色形房嗎 還是什麼 這是那部電影你知道嗎 就是人家自由 不是 是你看那一天 誰知道是哪一天 我不是來問我們 所以也就算了 可是我希望尤其住給女生 你知道吧 單純就算了 OK 可是有些遇到感情的挫折 就會在裡面可能吃藥 酗酒 甚至於想不開 那我的好好的房子 可能會輪為什麼 他這個想太多 難怪房子現在都租不出去 對啊 不是 太挑了 可是我都捨不得租出去 這學問太多了 再來我們看看晨曦 好 我的是 我不租給 創業者 好厲害 我真的很怕那種 收入不穩定的人 我曾經就是 租給一個就是 剛開美甲店的那種老闆 他一開始還很正常 而且他是原本是住在我們 同一個社區的 其他的 就是在租的房子裡面 然後他是很喜歡那個社區 我就覺得說 那這樣子他的背景 應該是滿穩定的嘛 結果後來 我在租他一個月之後 他突然就賴我 然後結果他說 為什麼 我就想說這麼快才一個月而已 就要退租了 然後因為我那個是 其實是有透過仲介的嘛 就是我不管他要不要退租 我那個仲介的錢 我已經付出去了 等於就是說 仲介的錢我已經拿不回來了 然後他退租的時間又很奇妙 他是在過年前的那一個月退租 反正我整體大概損失了 對 因為你租不出去的時候 我那個房子他的貸款什麼 就是等於是我來繳嘛 剛剛這樣的狀況 你是可以不要讓他節約的 還是可以跟他硬要那一整年的房租 是 是可以硬要的嘛 硬要的啊 所以你可以自己選 因為他有簽約嘛 合約都已經簽了 可是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就考驗到 我們是不是善良的人 對啊 我們就看到 明明就遇到困難 我好可憐喔 然後過不下去了 你怎麼忍心說 那你就知道合約走完 如果是公眾人物可能不行 可是如果是私下 可能很多人會這樣子 真的啊 硬要啊 不是貨的房東是怎麼回事 剛剛是很怕租給經濟不穩定的 其實我也是 妳怎麼樣 但是呢 我最怕租給外國 怎麼會 為什麼 佩德羅 為什麼 佩德羅 小白 不是我 就佩德羅 因為我覺得外國人 實在太難掌握了 然後呢 我也是真的很怕要租給 付不出房租的人 就是經濟不穩定 所以呢 我都是自己面試要來租房子的人 然後這個對象 這個房客非常的讚 他是從日 從香港調到台灣的一個 外上公司的香港人 然後長相也絲絲 我們就是一個有為青年的裝扮 也是像律師這樣 對 然後戴個眼鏡 然後穿西裝來跟我面試 那妳的意思 我這邊不適人就對了 詹老師也穿西裝 詹老師 妳不要對她入座吧 跟簡律師自己舉起舞 真的 沒有啦… 妳自己做賊心虛 對啊 不是 我就看到她的時候 我就問她的工作 她還非常的阿沙利 她直接付我半年六個月的房租 一次付完 通通都是現金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房客真的非常棒 我就覺得我真的沒有看走眼 然後她入住之後下個月 我就回去 要去管理員那邊繳那個管理費 然後我就見到管理員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李小姐 我跟她說 妳那個房客 妳那個房客每天 都有不同的男生來找她 我就說 她就這樣跟我講 她就說 早上 中午 晚上都不一樣 天啊 對 需求這麼大 就是早 中 晚都有不同的男生 她就說 男朋友 妳那個房客 男朋友 很漂亮 我就心情 我不是租給女生 我是租給男生 怎麼是男朋友這樣 回頭之後就打電話給我那個房客 我就說我的房子裡面住的是女生 那是妳的誰 她就說 我回香港了啦 就是公司呢 我要又派我回去一個月 所以我妹剛好來台灣 現在就住在我的房子裡面 妳不用擔心 那是我妹 結果呢 再過了一個半月 管理員她就打電話還跟我講說 李小姐 我跟妳講 妳的房客很恐怖 以前是早一個 早中晚 各一個 現在是兩小時就來一個 兩小時就來一個 兩小時就來一個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的人 這個管理員是當下是直接 他說 我跟妳講 我現在已經入來了 我預約好了 我幫你下來 兩個小時的時間是我的 我來看看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我來補充一個我的實際案例 我租給美國人 租給他們 的確他們就是公司買單的 然後房租真的是不錯 有一天他在一次給我簽兩年 他在一年到的時候 突然通知我 他說那個我們洗衣機壞掉了 我馬上隔天立馬就約好了師傅 就去修理了 所以我沒有拖什麼時間 一到那邊之後他打完招呼 好啦 你知道我映入眼簾 打開門第一個印象是什麼嗎 在我的沙發是布沙發 在沙發的角角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 是很騙 我去想 那你是 這個現在是什麼狀況 好 然後第一個我就驚訝到了 然後我就想說那沒關係 你只要不要破壞到我的家具 你最後清理好也就好了 然後後來呢 我就要到後陽台去看洗衣機對不對 我一走的時候 會撇到我客浴的地方 我轉過來 我的馬桶 我沒看過這種現象耶 怎麼了 馬桶不是一個馬桶蓋 上面還有一個是蓋子 所以上面那片是這樣掀開的 黃到跟尿漬一樣的黃 它都沒清過 沒清過 我一看到我想這個現象 不可能是尿漬 尿漬怎麼可能噴到上面的 不可能啊 可是我怎麼想都想不通 怎麼可能會黃成這樣 外國人比較大槓 我不認識一下 我只能看過 會不會 蛤 哇 哇 跟噴 洩洪 對啊 跟噴水池一樣 然後呢 那是還好租金是高於一般 租給台灣人的 那一次 真的啊 我的租金很厲害 哇 你是無良的房東 不是 對啊 你知道他在 他在另外一個節目上 也正在講你耶 插名球 什麼 對啊 送你1.5倍的 他沒有上別人節目 對啊 愛上別人節目 沒有 因為不是我故意亂開的 是因為我們委託在這個中間 專門租給外商 外國人 他給我開的價碼就是到這裡 我說那住得掉當然好啊 所以我很開心 你那個價錢 就算在客廳大便都值得了 那也不值得了 拖一拖 插一插就好了 所以我們知道 詹老師有在客廳大便的習慣 對 大家都會有這樣子的 因為他們剛剛都在點頭耶 但是你們還是 有的挑就是 還是可以選房客 但我們在西班牙的房東比較可憐 我們的房東是有一個運動叫 就是叫站屋的一個運動 就是法律會保護 如果我去你的房子 然後我就沒有用暴力 我就是從可能你忘記逛窗戶 或是你忘記鎖門 我進去然後換鎖 那個房子就是我的 對… 你這是玩什麼 你這是玩大富翁吧 這是 是這樣的遊戲嗎 怎麼會這樣 法律是這樣 有時候要在裡面待多久嗎 48個小時你就可以做一個 而且會有 因為是那些人有機不曬人 毒蟲 或是各種黑道的幫派分寫住 所以你弄一個假的那個 租屋契約 你就有法律的保護 最快一定要半年 才可以驅逐那個人 所以我們都沒有太繳房租的 都是用占屋的方式 所以很多人在做這件事情 用占屋的方式 很多吧 塞隆那真的是幾百萬的 這個事情在溫哥華也是一樣 在溫哥華也是一樣 打空屋與空房 只要屋子空的被別人知道 進去之後他就有全住在裡面 搞不出來 不是 因為如果我住在這裡面 然後有一個人闖進來 那只是這兩天我比較忙 我沒有發現 那就變成你的囉 差不多 因為你還要證明 你還要打官司證明 你房產就是只有那一個地方 可以住 那個是要花時間 所以我最少有一兩個月 那個房子也是 我了解了 應該是這樣 其實在台灣剛好反過來 台灣是會保護房東 因為我們有登記 所以其實現在都說 你租房子一定要看地氣 一定要看那個藤本 原因就是你要知道 你面前的那是房東 因為如果假房東的話 是保護真房東 不是保護房客的 而且我們節目已經 因為外國朋友很多 像廖妹啊 她自己都開始做仲介 是 譬如說廖妹啊 妳就可以代表 譬如說佩德羅還是小板 就說我們去找找房子 妳可以做代表 可以啊…沒問題 佩德羅我應該會先 第一個先篩選掉 真的啊 完了 就像剛剛對面說的 我不知道一天會帶幾個女生 這樣我很難跟房東交代 對不對 如果是凱恩的話就可以 就長得帥帥的 乾乾淨淨的 很腦腦的 這就很OK 可以接受 如果說房東信不過他們的話 至少可以信得過廖妹 對 信得過我 對 像我自己在租房子 其實我覺得 我非常的理解就是房東 就是說要好好挑房客 但有時候 我們身為那些房客的鄰居 其實是最痛苦的 像剛剛前面昌明哥講到有小孩的人 我們家從小就是 剛搬來的時候樓上就是住那種 就是小小孩 每天晚上都在運動會 然後房東又不處理 那我們就是也只能忍住 是才真正的受害者 對 我才真正的受害者 剛剛講到剛剛那個東西就是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有一次 我之前大學租的時候租房子 我隔壁的鄰居 我看他每一天 那個房子燈都是暗的 白天是暗的 晚上也是暗的 我看他沒看過兩次 結果後來就有一天 突然我就看到警察來 就是我們隔壁這樣子在敲門 結果發現 哇 原來我的鄰居 哇 MG都變OMG了 好可怕 好險他沒有連累到我你知道嗎 那警察還跑來關心我說 那你有沒有就是 看過他有發生什麼事情 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哇 那真的是很恐怖 我覺得真的房東也要好好 真的要慎選 對 房客要慎選 對啊 但我們其實看過這麼多 房東跟房客有糾紛 就是我自己的感覺 雖然都房東通常比較有錢 但是房客通常比較強勢 對 因為我們預告很多 可以解約的事有 比如說你不交租 比如說在裡面變成那個 一樓一縫 或比如在裡面甚至吸毒犯罪 好 那房東要解約 如果房客賴皮怎麼辦 沒怎麼辦 你如果進去趕人 開那個門變進入住居 裡面東西弄丟 變成 我之前打過一個案件 明明房客就很明確沒交租 打了兩年才判決確定為什麼 因為對方就一直請假不來 法官也不願意結案 說可以談談看 那這段期間可不可以拿租金 也可以 可是房客一窮二白 最後是怎麼樣 房東直接怒了 就說好 我不跟你拿任何租金 你把房子還給我就好 當天房客還是沒來 所以說房東其實真的拿他沒辦法 我們受諸於法律不能侵入住居 可是要趕人又要兩年 那你中資這兩年 你還不能租給別人 你的房東損失都要自己 你的房租損失都要自己扛 所以其實在法律上 房客真的 房東真的相對弱勢 好可憐 所以今天就要來特別聊一下 房東遇到的一些倒霉租屋經驗 有哪些呢 我們來看第一條 推脫風水不好 不付房租 這個是我的切身之痛 是嗎 這個房子呢 這個房客它是租我的房子 大概已經三年 三年有了 所以第四年的時候我其實很放心 因為前三年都沒有什麼問題這樣子 可是第四年的時候 他就開始拖繳房租 然後他有一天拖到第二個月的時候 他就開始講說 你們這個房子有一點問題喔 你們這個房子 我就想說 什麼 住了這麼久了 住了三年 然後第四年跟我說不乾淨 然後他就說 而且我在這房子裡面還找到了一些 很可怕的一些 我說什麼法器啊 他就說 那個 像是那個我有請老師來看 然後老師就找到了什麼 那個錢幣 錢幣 錢幣是我當初求來就是招財的 就是放在一些 比如說 邊邊角角 對 或者是樑上什麼之類 反正那時候有一些風水位 就是放在那邊 然後再來他說 他就說還有一個很可怕的 我說什麼造妖鏡啊 造妖鏡 然後他就 我想一下 我說哇 那是我花超多錢 去請老師開光的一個開光鏡 然後他也是可以招財 然後讓我的人員好的 然後我想說 天啊 我那個沒拿走 然後被妳說成造妖鏡 他說他也都把他丟掉 然後就是老師說 對 老師說那個很邪門 都把他丟掉了 因為那是我的起家處 我好多好多開運 然後就是招財的全部都被他丟掉 而且我住在那邊 我風水好到我已經買 第二棟我還搬走 對啊 所以那是哪裡風水不好 而且風水不好 然後又不乾淨 有一些奇怪的東西的話 你也在那邊住了三年 那律師這樣子 如果房客亂丟房東的東西的話 那這樣子會有違法的狀況 我會覺得說 那個東西當然不能丟 因為丟就會有回損問題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妳也沒跟人家講說那個東西在那裡 人家以為是垃圾就丟了 我覺得 妳在主觀上也沒有想要回損妳的東西 是啦 丟了就算了 因為反正我也搬 搬離那 然後是我沒有拿走 可是因為他這樣子 他就已經好幾個月都付我房租 我後來是直接扣他的押金 然後扣到完說 妳真的已經扣完了 這兩個月扣完了 妳就一定要搬走 不然我就可能真的要對妳提告 他才勉強把他趕快搬走 對啊 他最後是搬走的 對 因為他還多住了半個月 就是兩個月扣完之後 他還多住了半個月 沒有啦 妳要真的扣完之後 還要多兩個月他沒繳 妳才可以去法院把他趕走 要總共四個月 四個月 要扣完再加兩個月 扣完再加兩月才能夠去趕他 對 保護承諸人 所以還是要讓對方多住兩個月 免費的 也不是免費的 就是他以後可以拿回來 對 以後可以拿回來 但是你要趕走他一定要 他要真正先違規 違規兩個月 我們今天講 我們講告來告去一個原則律師 你剛才講說租屋要做 做了公證告了才有效應 否則那邊撒告亂告 應該這樣講 如果公證的話有好處 就是不用經過法院判決 你就可以直接感人 公證差在這邊 這個才是重點 或者是說有信要有新的法 就是說 因為大家就覺得對房客太好 對房東保障不足 所以有另一個選法 叫做租賃市場發展條例 它的意思是說假設租約中止 以前不是房東一定要去告嗎 現在不用 現在可以私利救濟 就是你只要比如說 發存證信案給他 通知點交 他不來點交 我們就視為你已經把房子 還給我們 你就可以開鎖了 開鎖裡面的東西存著 再發存證信案通知他 不來領可以丟掉 以前都要經過法院 丟一個動作 告要辦理一個動作 花個兩年 三年 現在用這個新法 有機會可以快速進去 這種公證要不要找律師 公證要找 公證人 民間公證人 要找律師嗎 律師幫你設計器 我在幫你行銷 你看 你到底聽不出來通告 他想要跟你合作 他就在等你回過來說要找 對啊 你以為這個通告費他根本不屑 是他來做廣告的 真的是今天還是沒拿通告費 就要讓我頭髮這樣 先看風水 下一位… 等一下… 我真正問 我真正問 所以這個公證人 一般人可以做公證人嗎 不行 一般要考試跟律師很像 就是律師設計契約 風水師看風水之後 各區都有這個公證人 有啦 他有師出善意 綁在一起一條龍 一條龍 他還有講風水師 上網可以找得到 打公證人或是搜尋網站 應該都有相關的 你家附近都有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前面講到目前為止 感覺好像房客好像也有很多不好的 那房東也都很怕 其實我們也是有好房客的 叔叔妳是不是也是租屋 對啊 我租屋的 對 妳也是好房客嗎 我很好 妳笑得很心虛 不是啊 那妳房東對妳好不好 也不錯啊 現在的房東不錯 是我室友認識的 所以 所以就 他不會收我們很多房租的錢 然後那個房子也很乾淨 然後也會關心我們說 有沒有什麼東西壞掉 然後也會送我們一些水果 他是要拔你吧 如果是 對啊 如果你是叔叔的房東的話 你會不會也是會去送水果 當然啊 就問他之後 有沒有吃飽喝暖 可能錢夠不夠啊 房租要不要降 什麼叫吃飽喝 什麼叫錢夠不夠 現在講了什麼 沒有 因為女生跟女生 要心情相喜 要互相的照應 他今天是真正的 他今天是女生是不是 對啊 但是我朋友好像去開箱他家 對 對啊 怎麼樣 我最近在YouTube上面 就有看到立東哥在開箱他的那個 家裡 然後那個還跑到我推薦 對 推薦第一支影片 好 八蛋 這個笨手怎麼會這樣 他怎麼去你們家 蛤 是嗎 拍影片 還去拍影片 還去拍了影片 哇 天啊 真笑 不敢笑 千萬沒有外流 不敢笑 天啊 糟糕了 對啊 基本上我會租給 原則上我會租給叔叔 但是我有個心裡的疙瘩 因為我以前租給一個房客 他的名字叫做賠權 害我那時候股票賠了一塌糊塗 所以我最近有一個打麻將 你知道嗎 我最近有一個打麻將你知道嗎 我如果輸給他 叔叔在我家 我一直要輸到破家了 碰口 要改名字 對啊 沒有啊 你為什麼不會學那個 對啊 就學立東 他說他叫叔叔 然後立東就說 他自己叫 對啊 對… OK… 好了 可以吃下一家了嗎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 下一個是 房客帶男友回家互看 互看 對 互看 怎麼會有這種事 這個呢 這個房客是我第一個房客 你知道第一個房子嘛 你就會特別的興奮 然後我就是自己刊登那個租屋網 然後自己面試每一個來的房客 就是我看外型看得非常非常的小心 然後每一個都問得非常的清楚 終於來到一個 全素顏 非常清秀的女生 穿著呢 就是很簡單 她是一個 從台南一個人上來台北 然後呢 學了去做那個美甲 就是學了美甲證照 考到證照 又是美甲 對 又是美甲 然後現在呢 要開業 她搬進來之後呢 我就常常會收到這個管理人 或者是總幹事傳給我的簡訊 就說李小姐 她們家 妳的房客她們家常常都很吵 隔壁的鄰居又在抱怨了 妳要不要跟她講一下 然後這一次呢 是 直接打電話給我 說李小姐 事情大條了 她就說現在警察來了 對 警察來了 現在警察在我們家 妳趕快過來 她說什麼事… 玩家玩家什麼 她們兩個吵架吵到拿刀戶砍 跑出來大廳了 天啊 我後來才知道 這個女生呢 她根本就沒有做什麼美甲 她是租房子 跟她男朋友一起住在裡面 然後她們兩個很愛吵架 無時無刻都在吵架 所以我就回到我家去看 我就跟她說 我就不想租給她 想要跟她好好談 結果呢 開門進到我家 怎麼了 進去全部亂的亂七八糟就算了 你知道呢 我的牆壁 我們是白色的牆壁 整片白色的裝潢白色的牆壁 牆壁上面 那是什麼呢 她們抽菸她們就是直接沒有 不用菸會掉 用牆壁洗 直接用牆壁來洗 一點… 天啊 超扯 桃梅瓶喔 這會下地獄 對 然後你知道 更可怕的是 我上到樓上 之後 我上到了樓上 我看到呢 我的牆壁已經不是菸的問題 除了有一些菸之外 全部都是刀痕 就是那種 菜刀砍牆壁的那個刀痕 就是一個一個一個的刀痕 天啊 她在發現嗎 然後我的床墊 我想說她們菸到底抽多大 床墊的周邊也都是這樣 就是一點點…破掉一點點… 全部用床墊在洗菸 天啊 她要賠償吧 這很難承認 這一定要賠償 可是妳敢告嗎 我跟妳講 這後續我就好好跟她講 我要叫她走 拿刀再砍來砍去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真的沒有辦法租給妳了 然後我押金不會退給妳 會扣妳就趕快給我走 然後她就跟我說 妳押金退給我 不然呢 沒關係妳去告我 她就沒有在怕 她就說妳去 就沒有在怕 對 房客就是這樣 她可以住滿 住滿那個合約期 妳就在合約跟她終止掉 反正妳說終止 妳就是要告她 就是要花一年去告 對 她就說那妳告我沒關係 我現在就是要 我那個押金妳換給我 我才要走 不然我就是 妳就 我就會死皮賴臉 賴在這裡 然後她這樣講 我就撐了妳知道嗎 沒有… 我就好好跟她說 我就跟她說 我就動之以情跟她說 我以前也常常拿刀在砍 我以前就整生活開心 我也砍了大概七 八年 我懂你 我過來了 妳好煩 不要再繼續看 差不多 我就跟她說 真的她的立場叫她 對 叫她跟她男朋友分手 我說你年紀還是 對嘛 我們來看第三條到底是什麼呢 免房租加送禮 趕走天天開趴情侶 你知道我這次的房客 一對情侶 兩個人都是用英文在聊天的 OK 我對於那種語言優越 有莫名的 這個厲害 這個講外語一定是 留學在加拿大或美國 澳洲的 那間接就連結 就可能家境很好 背景很好 學歷很高 有素養 這個通常一定就要出給她了 心裡說要高興 有素養 還牽了一隻狗 男生牽了狗就感覺這樣 感覺好像也有生活品味 懂得享受生活 最重要她還拜她爸媽來 爸媽 爸爸白頭髮 也是西裝鼻挺的 看了很高興 OK 很好 我喜歡 類似這樣子 我就租給她了 想不到 嚇死人了 每天在裡面幹嘛你知道嗎 鄰居 打來受不了了 在裡面 開趴啦 喝酒啦 抽雪茄啦 對他們來說 對他們來說是正常的 對我來說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鄰居一直客訴 搞到最後變成我 變成我很難交代 怎麼辦呢 感覺趕不走 因為她是學 一個女的是 法律的 那女的學法律的 她太多了 懂法律 他們不認為她們抽雪茄 喝紅酒又怎麼樣 我沒有吸毒 妳沒有重大嗎 不行嗎 我喝個酒抽個雪茄不行嗎 講得也道理啊 可是不是幾點後不能有聲音嗎 我們盡量小聲 那怎麼辦 我們盡量小聲 別人一刻素就轉小聲 沒過五分鐘又開始 砰 砰 這個很難抓 因為你要去叫警察要測分貝 但是這種聲音都是 你叫砰一聲你根本測不到 那你也知道嗎 我這個人是息事寧人形 我好言相勸 我就低姿態 我說那這樣子 我就給你六個月的房租好不好 六個月的房租給你 給送 給他六個月的房租 請神容易送神難 他說他還在考慮 我們要Sink Sink一下 OK Sink 他真的要講嗎 他真的要講嗎 我只記得幫你拜個Sink Let us Sink OK Let us Sink 不然我就說 我說那可不可以我Plus Plus 12瓶那個 Wine 紅酒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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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英文真的像你這樣講 那他那個假 假流學的 假ABC 假的 Wine 不然我說 我叫Sink 我說拜託給我錢 OK 我再給你六塊月的 雪茄 雪茄 OK 雪茄 Sink 會太大了吧 天你講英文好痛苦喔 我輸給他才痛苦咧 跟房東都在講 那房客有沒有要隨便 房客也是有一些 對不對 不開心的事情 就覺得自己委屈了 是不是 但是我想說 也不是所有房東都是完美的 當然 對啦 你就是我 我住房子三個月 三年 然後我遇過最大的問題 應該是其中一個房東 他完全不想幫我修 任何東西 任何壞掉的東西 對 壞掉的東西 我記得那個什麼時候 你知道 疫情嚴重的時候 大家都在家裡 夏天很熱 然後我的 我的冷氣壞掉了 喔 那不行 然後一定是房東他需要 幫忙修理嘛 對 而且那時候我中文也不太好啊 然後我也不知道要怎麼 自己找人幫我修理這個 這個冷氣 對 然後結果我一直叫他去修理 一直叫他去修理 然後說我的房間是 寫個鍋子 像烤箱一樣熱啊 然後就是一定需要你們幫我 幫我這個幫忙 然後三個禮拜 差不多三個禮拜才來幫我修理 對 好久喔 天啊 然後我 就熱了三個禮拜 對 大概八月的時候 三十幾 天啊 那個最熱的時候 那你有順便做一些披薩嗎 就是你啊 是因為卡奴里 對 但太太熱了 還有是義大利 不過這個東西我可以建議你 因為可能 因為外國人比較沒有這個經驗 下次如果房東 兩天三天沒有理你對不對 直接跟房東說 那如果你很忙沒關係 我找人家來修 到時候這個費用 再告訴你你再給我 其實是可以這樣做的 從房子扣 然後租金扣 對 然後我就遇到又有那個房客 燈泡 一顆燈泡不亮了 那個 何欣 燈泡壞了 趕快來幫我換 我說 燈泡 我 好 然後我就 趕快去買燈泡 你就去幫他換了 我幫他換 換完之後 過一陣子又壞了 別科 奇怪 我想說 燈泡壞了 你難道不能自己去買 但是我還是在 沒關係 好 大家以和為貴 你又去幫他換 那個房客是女的還男的 男的 對 沒有 因為我覺得我們房東 應該有自己要盡的義務 我說OK 但是燈泡這麼小的東西 然後到了第三次又來了 那個哪裡的燈泡又不亮了 我想一個燈泡你要這樣 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燈泡因為你在用 我不曉得你的使用習慣 是怎麼樣 很奇怪 燈泡沒有這麼容易壞才對 你要不要自己買小東西 你就換一下就好了 對 然後還好那個人是溝通的來 他說好…那不然我自己去處理 後來他把事情把它處理掉 是 不然我就覺得很困擾的 昌明哥 我平常是很推崇你的 你省要 省要有個標準 你就準備燈泡放那邊就好了嘛 放一堆燈泡 你這個做事 衝人一死糊塗一死嘛 那你願意贊助我嗎 下次贊助我兩盒燈泡 我放在房間裡讓人家用 把它趕走好了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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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東西他是可以請房客自己去 自己處理 比如說他處理完以後 他買燈泡多少錢發票出來對不對 這個房東可以付這樣子 也是可行的嗎 我個人覺得就是小東西房客自己修 但法律規定很清楚 反正東西壞了就是房東修 他為什麼 我覺得為什麼那個人 他明明可以自己修 卻一直要找昌明哥 因為很簡單 因為很多房客不敢自己修 不敢自己修 對 修完之後房東嫌貴 或什麼樣 乾脆全部繳房東 房東也覺得很煩 或是為什麼你不自己修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的那個 租屋定性化七月裡面都有寫 什麼東西歸房東修 什麼東西歸房客修 都會先寫在裡面 當然沒寫的就歸房東修 我個人覺得燈泡應該是要男朋友修 但是 他們也想要挑房東的 因為房東有很多也怪怪的 對不對 小白盒 我有那個 我的日本朋友遇過這種情況 真的是變態的房東 他也是一樣住在台灣的日本朋友 因為他的壞習慣是 不想自己追垃圾車 所以他先好幾天分的 好幾包的那個垃圾袋 先放在陽台下 OK 然後過幾天 自己有空的時候再去丟這樣子 然後有一天房東阿姨 他那個開他的房子 然後幫他丟了 這樣子 對 他一開始覺得很熱情 但越來越 就是後來有一天是他 他的衣服塞在外面 然後出門 後來下大雨 然後回家的時候 好像有那個已經收好衣服 收好了 對 他收衣服 對 他就覺得一定是房東阿姨 好…太熱情了吧這樣子 但好像是 所以他就覺得 那有可能是被那個風吹走了嗎 小了一件沒關係這樣子 但後來林就跟他說 你小心 有時候是那個房東的兒子 也會進去房間 然後幫他丟垃圾 還打開看看那個丟什麼 所以你要小心這樣子 所以聽到這個 我朋友突然覺得 以前的那個熱情 是真的 真的很噁心 而且少了內衣 對 一定是他兒子吧 他就覺得真的受不了 然後他現在回日本了 我太太也之前發生類似的事情 他那時候COVID的時候 得了中標 然後躺在房間裡面 然後有一天早上起來 發現這麼有一張臉 就是房東太太 就這樣近距離看他 房東太太看著他 她都毀過 我說你幹嘛啊 對 他房東太太說 沒有 他在外面敲了很久的門 然後就沒有回應 他就進來了 可是不對啊 你是在 他們是分租套房 所以要先進過大門 走過柯林再敲他們 這就很奇怪 後來他就 我太太比較出自大業 他就說那可能是關心 我說沒有 他應該是怕你死在裡面 變成現場的故事 對 但當然啦 你房子一旦租出去之後 就不可以再進去了 不管是你房租已經契約終止了 就是說不管是已經到期 還是說房客違約 就是解約都不可以進去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個問題 這有沒有模糊空間 譬如我以前認識一個女孩子 她去租 租什麼 人家頂樓 頂樓有加蓋 當然要加蓋 它的大小就不會跟 人家一般的室內面積一樣大 所以它會有前院 對不對 後面都是空的 但是租是租那一個房間 好啦 那他住在裡面 他住在那一年期間 他永遠都睡不安穩你知道嗎 因為三不五時晚上就聽到 他睡覺的地方有一個窗戶 窗戶後面就有那個後面的空地 就 ㄍㄧㄥ 空 ㄍㄧㄥ 啪啪 啪啪 什麼聲音 房東都沒有知會就在後面 譬如說什麼在整理東西 修修什麼東西 然後看看這個熱水器 他這個好恐怖 時不時一直在那邊晃來晃去 外面外圍 他就會擔心會不會對他 對他要幹嘛 怎麼會 會覺得不太安全 但其實還是要看 我們侵入出去看的是 越過門或越過牆壁 如果 當然那個熱水器在外面 頂樓大家都可以出入 那就沒有侵入出去的問題 所以風水裡頭講得很清楚 風水 床頭後有窗 風吹日曬亦感冒 太陽直燥睡不好 還有這個噪音造成失眠 都是危機的 窗角 牆角不能向門 牆角向門 雞雞外露 也代表爛桃花 除了外露也是搭配偷看的意思 所以床前無窗 床後無門 才是好風水 張老師講的那個風水 有些時候就真的 這個是也跟科學有關 或心理學 對 或心理學 你睡的後面有一個窗 窗外面常常有一些聲音 你當然會形成比較不明 有人說床頭後面不能有廁所 不是廁所出問題 是廁所在沖水的時候 或水管在流的聲音 會造成睡眠品質效 是 好 所以我們今天正集下來 相信大家都 你知道嗎 有些時候不用親身去經歷 你多聽 多觀察 吸收了這些資訊之後 你接下來的這個 不管是租屋或者是租 租人家房子或者是要租房子 都會比較有經驗 比較知道怎麼樣選擇 好的房東或是好的房客 好嗎 沒錯 OK 祝福大家都住得好 睡得好嗎 其實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線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 節目 全都在裡面 依次滿足 都在內容 我們看見 我們家有多人 都在有一陣子 電視 劇場 電視 遊戲